第五點三課,我們會學習兩個方法去解亂立義元一次方程 先講第一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叫做代入蕭元法 我們用了書中其中一題例題去做例子 第一步我們會做的就是幫兩條式改名字 我們會在後面畫圖很長的線,再寫一和二,代表是一式和二式 然後我們有四大步驟,我們要跟著順序去做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要預備做我們的答法 之前我們先要轉為主項 現在我們有一式有兩個未知數,二式有兩個未知數 這四個未知數,我們都可以把它轉為主項 而你做下去,你就會發現 這四個未知數,如果我們選一些前面沒有數字的未知數去轉為主項 這個數字會比較簡單 所以例如今次我選了一式的x做主項 我們就要寫回,我們由一式計算出來 我們將不要的東西送給等於的另一邊 即是加法會變成減法 所以x現在會等於12-4y 即是表示待會我們做代入法的時候 x可以換成12-4y 這個顏色我們會把它改名為三式 好,預備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做代入法 我們會將剛剛得出的三式 代入剛才我們沒有用到的那條色 剛才我們用了一式 我們會將三式代入另一條色 即是代入二式 代入的方法就是 將二式照抄一次 但是看到x的 我們剛才說x是12-4y 所以我們照抄的時候 看到x的 就把它換成12-4y 所以我們得到 2y-x這個位置換成12-4y 等於6 要留意的就是 記住,它在減成整個x 即是表示它在減成整個12-4y 所以你是要加一個括弧給它 然後你會發現這條色 只剩下一個美枝數 這樣就變回我們最傳統的一個美枝數 解一條方程 所以要做的事情 跟之前一樣 有括弧也包括好 之後用加減左右移位 然後我們把6 改變去除 然後計到y等於3 好,來到這裡 記住不要那麼快 那麼開心就停了手 我們這條色有兩個美枝數 所以我們找完一個美枝數 我們要找另一個美枝數 做的方法 就是把剛剛找到的y等於3 代到上面 任何一條色度 代3色是最快的 因為不需要解方程 所以我們又寫了 代y等於3 進去3色度 然後 一樣 把3色照抄 然後 之後 逢見到有y 把它換成3 所以 變成12-4 這個是乘 4乘 所以現在變成4乘3 然後再計算 x是0 最後記住寫總結 所以 x是0 y是3 做一個小總結 我們代入思緣法 做的東西就是 第一步 首先我們要找一個前面沒有數字跟的微枝數 去做我們的主項 例如現在我用了1色的x做主項 然後 我們把它轉為主項之後 這個變成3色 把3色代入 剛才我們沒有用的那條色度 即是2色 所以3色代入2色度 即是 照抄二色 但 逢見到x 就要把它換成12-4y 記住加固乎 解方程會出到y是多少 這個時候 我們把y的答案 代入3色度 換成x的答案 最後寫總結 在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補充 其實代入思緣法 你只要有偽力的話 其實這四個都可以成為主項 例如我現在把1色 我們今次不用x做主項 我們用4y做主項 所以 調完之後 你會得到y等於12-x over 4 但如果你選了一個 前面有數字跟的微指數 去做主項 你發現 當你代入意識的時候 你會得出一條這樣的方程 而這條方程中 是牽涉到有份數 你也有能力去解到這條方程 但你可以對比一下 剛才我們解方程 就會發現這樣做是複雜了 所以如果你選了一個 前面有數字跟的微指數 去做主項 你也會計算到數 你也會解到相同的答案 但你會發現 數字會複雜了